安切洛蒂,内玛尔和姆巴佩,能接班梅西和斯伊罗,腾训体育11月5日训,本周中的欧冠小组赛,纳布勒斯将在主场对战巴黎正日尔曼,对于两队来说,只是出现的关键一战。 意大利足球消息,安切洛蒂谈到了这场比赛,他认为这是生死战,同时,安帅点评了姆巴佩和内玛尔,他认为两人可以接班梅西和斯伊罗,在采访中,安切洛蒂还表示,未来不排除重返巴黎,欧冠小组在三轮战罢,利物普三战拿到六分排名小组第一,纳布勒斯三战拿到五分排名小组第二,而巴黎三战拿到四分。 排名小组第三,因此,这个小组的竞争非常激烈,也意味着稳周中纳布勒斯和巴黎的大战非常重要。 萨前,安帅表示,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,对于两支球队来说,这都是决定性的,我们同巴黎还有利物普分在了一个困难的小组。 接下来的比赛的结果,对于我们在欧冠的命运,可能是决定性的,对于巴黎来说也是如此。 过去的巴黎缺少在欧冠关键时刻的比赛经验,但是这支球队在本赛季变得更强,球员们也更加相信自己,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赢得欧冠军。 安帅表示,安切落地还谈到了巴黎的两大王牌内玛尔和姆巴佩,我认为姆巴佩和内玛尔可以接班梅西和斯罗,即便姆巴佩无法在今年拿到金球奖,未来的几个赛季,他也会拿到这个奖项。 内玛尔如今拥有一个新的位置,他是巴黎的核心,在那个位置上,他对于球队的威胁和给球队的影响也会更大。 在采访中,安帅还夸赞了维拉蒂一般,维拉蒂对于巴黎来说非常重要,在我们同他们2比2占平的比赛里,他的表现就非常出色,我们的关系不错。 在加盲巴黎的时候,他还很年轻,现在他还在进步,安切落地还指出,不排除未来继续指教巴黎。 当初我在法国非常开心,因此我不会拒绝回归,未来的话,一切也有可能。 Brook